保导报道 我来报告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赖岳谦 美国 他现在的问题是 他看了中国越来越强大 而且他清楚地知道 如果就凭准购买力 凭准购买力的概念 就是说同样的一颗鸡蛋 在中国的价钱 跟在美国的价钱 那么事实上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把它换算成为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国家的实质上的经济体了 假设一颗鸡蛋是五毛钱 人民币 而在美国 假设它是要五毛钱 美元 那我们都知道 那这个就是不等价了 美元的币值是比较高的 那因此你把它一换算以后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一般估计 中国大陆的这个品准购买力 形成的综合国力 已经超过美国 但是如果以现行的美元的汇率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是用美元做标准 来作为一个比较 那美国现在还是超过中国大陆 预估十年左右 中国就要超过美国了 美国就是因为不愿意中国 真正的超过它 美国也不愿意中国的人均所得 超过美国 虽然他讲的一套 说我们乐见中国经济发展 但是他打心里 就是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 虽然他说 我没有要发动新冷战 他其实就是在发动新冷战 即使他说 我没有要拉拢印度 越南等相关的国家 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他就是要拉拢印度 越南等 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就是美国说一套 做一套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拜登在这一次 因为东盟他利用完了 去年他要拉东盟来对抗中国大陆 所以就胁迫逼着东盟的领导人 到华盛顿去 然后他要他们跟美国站队 很明显的东盟的国家不愿意 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 范范镇越南的总理 他在华盛顿等候的时候 他故意的让媒体记者 去收录到他们的对话 他的对话是说 我越南谁都不怕 然后就把美国数落一顿 说拜登废话一堆 然后真正有关的话 讲那么一点点 而且拿出1.5亿美元 要我们四个国家来分 把我们当乞丐 我想这些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那这个就是在去年 每月之间的关系 今年每月突然间翻转了 从去年这样的不愉快 到今年突然间翻转 你们就可以知道 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东盟利用完了 所以即使东盟的轮子国主席印尼 为了拜登把东盟的峰会的时间 从原本的11月改为9月 配合拜登能够去集团体 拜登还是不愿意去东盟峰会 而他却选择去越南 这种大小院就是故意要把印尼摆下来 就是故意要告诉东盟的国家说 你如果像越南一样对我好 听我的话乖乖的 我就可以给你很多东西 这样的一种分化 那目的也要分化中国跟越南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美国的目前的一个手法 所以当他G20的会议一结束的时候 他立刻就赶到了越南去 拜登我们都知道 他自称他是外交专家 但是他本身做了一件事 我们都知道在越战期间 美国跟越南彼此之间打得非常的激烈 美国连生化战机都用了 美国连烧鱼弹都用了 然后在那样的一个过程中 美国拍了一个早安越南 他就在描写 这一个播音员 他如何激励美国的战事 让他们奋勇去杀死越南人 各位拜登在演讲的时候 特别讲的这一段 特别模仿这位播音员讲的这一段 你想听在越南人的耳中 会是什么感受 越南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现在要美国人的钱 要美国人的科学技术 所以我相信听了也听了 那么钱照拿到时候该翻脸 他一样会翻脸 在越南他跟几位领导人都见了面 他也带了他的很多的企业家 一起去越南 为什么呢 因为要去之前 他们就强调一件事 他说我们要在越南建立一个全球的生产供应链 让美国不要再依赖中国大陆 所以他要把半导体的这些数位的企业都带到越南去 所以我在越南我要发展两个领域的东西 一个就是半导体的领域 一个就是稀土的领域 他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东西 其实一方面他就是希望把越南拉在手中 然后让越南跟中国大陆产生很紧张的关系 可是我们都知道 对于拜登来说的话 你要打造一个半导体的产业链 大家在问 因为那些巨头都跟得过去了 不管英特尔或者是微软 很多的这些人他们都跟去了 他们到了越南 那当然也要去看场地 看营商的环境 半导体如果要落 要生耕或是要落户在越南 那越南必须要有充沛的电力 越南必须要有非常完整好的工业基地 越南必须要有干净而充足的水源 这些才能够满足这些企业家的需要 除了这些基础的需要以外 他还需要有畅通的交通建设 要有很好的机场 让他们能够把这些半导体做出来了以后 最短的时间内送到这个机场 用飞机运出去 那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人才 越南的科技人才不够 所以对于越南来说的话 他当然知道需要他们投下重重的资金到这里来 更重要就是美国如何把这个钱拿出来 美国如何把这个钱拿出来 因为美国想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他要搞一个所谓的有岸外包 一定要搞一个有岸外包 就把半导体都拉过去了以后 那请问台积电怎么办 台湾的联电怎么办 台湾的半导体业者怎么办 而且我估计他们还会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他们还会要求台湾的民进党 帮美国 也就是帮越南人训练他们的工程师 他们一定会要求 台湾的科技大学 必须要收很多越南的这些学生来台湾读书 然后让他们回去以后 帮越南打造一个半导体的重镇 这样的情形就彻底的可以把台湾掏空了 我想讲到这里各位内心里面一定会觉得很凄凉 就是说这件事真的会发生吗 我们拭目以待 我确定没有多久可能你就听到台湾有一大批越南的学生来 然后最后把台湾掏空了 马英九在出席2023地缘政治高峰论坛的时候 他在致辞的时候 他批评蔡英文跟赖清德的两岸政策 远然是所谓的新两国论 不但严重的危害了两岸的关系和平稳定 也导致台湾新生儿数量的减少 马英九这段时间火力全开 因为一方面他看不下去了 二方面他在帮他的候选人侯友宜助选 蔡英文是最早两国论的推手 李登辉时代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主要的推手 李登辉在任内搞两国论失败了 在他的任内搞南向政策 说要离开大陆台湾的企业往东南亚走 就是南向政策 那蔡英文只会追随李登辉走 蔡英文上来了以后 先搞一个新南向 趁失败 那个招牌挂不到一年 偷偷的没脸的把它拆下来 失败到几点 那个负责人鸟受散 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 结果他在第二任的时候 2021年又搞了一个 而且用走私的方式 搞了一个新两国论 所以马英九就重批蔡英文 你搞这个新两国论 你是会让两岸之间非常的紧张 而且你让美国人去打台路牌 所以中美的关系变坏了 两岸的关系也变坏了 马英九痛批一顿以后 赖金德推出一个更奇怪的事 他说没有主权的和平是假和平 结果他又批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主张 你要回到根本大法 就是一个中国 你怎么可以违反 赖金德的犯人说 你要看看民调 你要看看社会议论 我赖岳谦 我就说你赖金德 跟你的犯人 你脑袋坏掉了 法律可以跟民调来比 我们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才会有九二共识 才会有两岸的共同的定海深圳 你今天既然讲民调 我就问你赖金德 蔡英文 你们民进党 当初选举 不是817万张选票吗 那请问 你现在支持度 只有三成左右 百分之 顶多三十五 不会超过三十五 你现在的民调 只剩下三成多 不到一半 那你主张台独的民调 就是不到一半 那你该怎么解释啊 所以我一看到 赖金德他们的 发言人的那种嘴脸 那种讲话 然后那种没有内容 然后那种没有知识 没有逻辑 我简直是匪夷所思 我刚强调了 几年前 你们还有817万张选票 几年后 六成多的台湾的民众 反对你们民进党 当初支持你的那些年轻人 已经演于你而去 所以这是最新的民调 那最新的民调是不要台独 不要战争 我们要和平 那你请问我们赖金德 那你不要和平 你又说和平保台 你自己怎么自消矛盾呢 你要战争保台吗 战争保不了台 你又不敢要战争 所以你就要和平 所以你就要和平 然后你又说没有主权的和平 是假和平 那请问 主权在哪里 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这才是真正的主权 不是吗 所以你赖金德台独的精孙 你今天连台独都不敢主张 这代表什么 你知道台独没有市场 赖金德现在有点像怂包 我们可以怎么说 赖金德之前大声的说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现在在选举期间 不管你怎么逼问他 他都不敢说他是台独 因为他一看美国的眼色 美国人说 我是要你嘴巴随便讲一讲 但是你不要跟我真的做 所以赖金德嘴巴就逼得紧紧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各位想想 赖金德什么时候要搞台独 看美国的脸色 那美国要两岸打起来 他就叫你赖金德搞台独 两岸当然就会打起来 那美国不希望两岸打起来 或是美国不敢跟中国大陆对战 美国就会叫你赖金德 不准搞台独 赖金德就乖乖的 不会搞台独 那从这个角度 各位觉得 谁才会引起战争 台湾人民不要战争 台湾人民要和平 没有台独才能换得来和平 就是这么简单 台湾自愿意目前来讲 大幅度的减少 而且造成了台湾的战力 一直往下走 然后招人 招不来 来了 看了一下子就走了 受讯一阵子又走了 服务一阵子又走了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现在的统计是 2020年就是明年 那我们的自愿意的官司兵的 原额比 比2023年还要再少 5187人 所以等于是有十个营的 自愿意的兵力不见了 它对于台湾的军力 就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力了 台湾自愿意构成的结构 比重最高的是军官 在过去 就是这些军官学校的学生 可是我们现在军官学校的学生 就是陆海空军 还有就是理工 财经 还有医学院等等 医学院的招生没有问题 可是其他的 打仗的 作战用的 招生 招得很辛苦 招不满 招不满就只好拼命招 然后素质就越来越下降 粮幼就不起了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读了一半以后 他走了 他不愿意继续待了 好 接着就是士官学校 那这个部分问题就大了 因为永远招不满 可是士官需求量很大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就只好由 这些自愿意的士兵里面来提升 这就是我们目前 所看到的现象 接着 那就是士兵了 士兵更更更招不满 所以 身高一直往下降 现在大概降到一米五左右 身高的标准往下降 势力的标准也在往下降 然后引体向上 扶涕挺身 它的这个肌力等等 它的体重也都在 标准都在往下降 降到 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之为弱肌 都不为过 还扎不住 已经降到几乎没有标准中的标准了 都还招不到人 为什么 没有多少人想当兵 现在蔡英文 他的做法就完全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把我们原本服役四个月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把它延长成为一年十二个月 所以等于是我招不到人了 我就强迫 你每个人都跟我来当兵 他们本来还想 在学校 高中 大学里面 还要建立名册 还要把这些年轻人 十八岁以上的年轻人 把它召集起来 各位想想 完全配合美国 美国有几个政客 他还说 应该给台湾每一个人都发一支AK-47步枪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拿步枪去杀解放军 去跟大陆人打 不交 不逊而战 那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几乎没有活命的机会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的政客 他们已经心黑到什么程度 那现在的情况 就是台湾年轻人 不当兵 不想当兵 自愿意的招不到人 缺额已经五千多了 而且还会继续越来越严重 接着就从征兵来的人下手 征进来了以后 就一直抄他们 抄他们 抄到他们苦不堪言 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愿意转成自愿意 服务三年的话 你就不会那么的苦了 各位有这种事吗 这种事曾经发生过 就是把兵抄到 他快受不了了 所以你只要转自愿意 当三年兵 你就可以当爽兵 良兵 轻松兵 自愿意是要带第一线的 结果却把第一线的 说是爽兵 而这些义无异的 却变成被操得半死 然后目的在那里 其实他不是真的严格的训练 是为了要把他折磨 整他 整到他屈服为止 这种情况曾经在台湾发生 我们也严厉的批评 要求纠正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台湾的年轻人 他知道两岸之间 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 台独继续搞下去 两岸一定是不会爆发 军事冲突 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 既然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 那谁还要去打仗呢 既然不想去打仗 为什么要当兵呢 因此去当兵的 都是被强迫 非自愿的 民进党当局 一直不停地 把两岸搞得很紧张 然后一直不停地 向美国买武器 然后拼命 去中保私囊 他们的字典就是贪赌 他为什么要 一直把钱送到美国去 而且呢 这些钱是很难被监督的 各位您觉得这些钱 都很干净吗 难道没有任何回扣吗 我们在国际军火界里面 我们还听说过 以前都有所谓的 那个10%的回扣 那各位您想 民进党当局 已经买了几千个亿的台币 的军火 中间 如果是10%的话 就有多少钱 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 而且这个钱 又都用机密预算的方式 而且很多的回扣 可能都设在海外的账户 查都查不到 然后买了那些武器 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用 而且训练也不精良 然后呢 却造成两岸之间 越来越紧张 台湾的民众 内心里面越来越不安 您不觉得 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很糟糕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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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